7月26日 记者从问证湖南百姓呼声网站了解到 近日 有网友反映自己被易阳市桃江县徽山港镇干部李某某猥亵 网友文某称 自己是桃江县徽山港镇某小学一名教师 今年4月被戒掉到镇政府工作 4月23日 徽山港镇政府自然资源办李某某趁其一个人在办公室加班写材料时进入办公室 强制对其采取拥抱 亲吻等猥亵行为 文某还称 近三个月来 县纪委一直还在调查中 没有批复处分决定 恳秦省 是纪委根据公务员法尽快对李某某事件做出处置 同时 文某出具的一份 概有陶江县公安局章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 公安机关查明 2023年4月23日九十许 违法行为人李某某到陶江县徽山港镇政府办公楼一间办公室 看到文某独自坐在办公室背对门的办公桌上正在办公 为寻求刺激 趁文某不被从背后裁群搂抱 亲脸的方式对文某进行猥亵 李某某被行政拘留5日 7月25日 徽山港镇政府做出回复 该事件发生以来 县镇两级高度重视 经前段时间认真调查核实 目前 以依法依规 从严从重对李某某做出处理 5月27日 陶江县公安局对李某某执行行政拘留5日的处理 7月24日 经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 已对李某某做出党内严重警告 政务撤职由二级主任科员 降为四级主任科员的处分决定 回复同时称 文某反应的被强制戒掉 被徽山港镇领导 干部骚扰和威胁 纪委不作为等问题不属实